年中都不知花多少钱去买这些毒食物 买了回来才发觉有问题 如果拿回去又浪费时间 不拿回去又浪费钱,兼且没得吃 给大家见识一下香港强姦犯的大毒 他们会用毒药去征服他们想征服的人 2元多的蛋 全部都是给药水浸泡过的 我都懶得浪费一些车费 因为我是去港岛区买的 他们连畜生都不如 畜生是不会懂得害人的 畜生都会照顾同类的 他们连畜生都不如 无数的蛋 无数的食物 浪费了我很多钱 兼且还要给他强姦偷钱 偷干净我的现金 不过我又不担心 超市的同流合污 做就为药 帮忙下毒 卖迷奸水 笑得大声 那些 其实他们的下场 不一定比我好过的 风水轮流转 总会有轮到他们的那一天 接着呢,这些又是 他都不肯换给我,他说我们的食物每日新鲜,每日翻货,其实不是的 你走进去看看,他说他的招牌就是每日都翻货,不是的 其实他很多货都是很够的,放了很久的 但他都说每日新鲜翻货,又不肯让我换,又不肯退钱 他又要包装住,不让你拆,那你就闻不到,又看不到里面是怎样的 喂,香港强奸犯,落毒强奸偷钱 畜生来的,想谋杀我